12月14日,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国家一级编导《红色娘子军》、姨蒙颂、林黛玉等舞剧的编导之一李承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,于2018年12月14日上午7时49分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,享年87岁。 由李承祥编导的作品《红色娘子军》更是中国芭蕾史上的一座傲人的里程碑。 他扑天荒地塑造了英姿萨爽的穿足尖鞋的《中国娘子军》形象,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结合,创造出了民族芭蕾的世纪精品,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世界奇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